大飛機就被發了一個黃色牌子 必須掛在脖子上 隨後被帶去做PCR檢測 中國疫情大爆發之際 開放出入境 讓各國繃緊神經 南韓也對從中國入境的旅客 加強檢疫 卻被中國民眾怒批 根本是入華 抱怨下級後 不只被掛上黃牌 走去PCR檢測的路上 更被當街遊行一樣 沒有隱私 甚至被記者圍觀拍照 另外旅客只要有感染疑慮 都會被帶到小房間 沒有窗戶 只有簡單的薄床墊 等待分派隔離地點 而從PCR檢測到被強制隔離 統統都得自廢 但南韓官方教區 說沒有差別待遇 只要來自中國的旅客 不分國籍 都得接受同樣安排 日本也有樣學樣 一架從中國青島起飛的航班 降落在日本大阪關係機場 住境的旅客被掛上紅繩吊牌 和其他旅客區分 日韓超嚴格作風 立刻引爆中國網路謀罵 痛批這些彈丸之國 竟敢把中國人當下等公民 不過中國不透明的疫情 確實讓外界非常憂心 看看上海火葬場外大牌長龍 因為人數太多 甚至還有人趁機提供 帶牌服務賺錢 凸顯中國疫情危機 已經遠超越北京承認的數據 讓其他國家怎能不戒慎恐懼 小營新聞也會正報道